第751张虐杀 上 在前苏联没有解体的时候 贪污腐败等现象就已经滋生到了政府内部 而解体之后 就连军队也受到了波及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那些数月都发不出军饷的部队 最后甚至连一些保密性极高的武器都开始对外出售了 那时的俄罗斯 简直就成了国际军火前客的后花园 弗罗兹在经营黑市权产业的同时 也是英国的一个军火商 当时和俄罗斯不少俄罗斯军方重要将领都有接触 并且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所以在听闻那位铁腕总统震怒的消息之后 弗罗兹虽然有些意外 但并不是很担心 就算现在被军队包围 他脸上也没露出丝毫的慌张神色 因为此次带队的远东司令洛夫斯基 就曾经和弗罗兹做过一艘潜艇的买卖 此刻洛夫斯基的家中 还有弗罗兹赠送的一个价值连城的牙雕艺术品 弗罗兹深知洛夫斯基的为人 这个前黑海舰队的少将指挥官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 他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站队了队伍 一路扶摇直上 同样 在前总统与现任总统的争斗中 洛夫斯基又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方 在现任总统上位时 立下了不少功劳 由此洛夫斯基也成为了现任总统 最为信任的军方大员 可以说是俄罗斯军方最为重要的几个巨头之一 如果换成别人来 弗罗兹或许还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此人 他有十足的把握将这件事情给消弭下去的 弗罗兹先生 董大壮知道的可不少 他要是活着出去 万一将我们的事情说出来怎么办 来自日本的伊藤沙树紧绷着一张脸 在他看来 留下董大壮根本就是这次联合行动的一个败笔 非但没能引出那些鸿门余孽前来救援 反而在这冰天雪地的地方滞留了那么长时间 谁说我要交活人了 弗罗兹狡黠地笑了起来 摆了摆手说道 即使我交出去的是活人 也会变成死人的伊藤先生 有时候政治比打打杀杀更加有用 虽然伊藤这个老家伙在此次行动中 单枪匹马的就干掉了不少鸿门好手 但弗罗兹还是从骨子里瞧不上他 在弗罗兹心里 包括女王好上的叶天在内 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 根本就上不得台面 弗罗兹只不过动了动嘴皮子 现在的日本泰国和俄罗斯的黑市拳场 都有他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股份 等于是整合了整个亚洲的黑市拳坛 好吧 那就全拜托您了 伊藤老鬼子倒是干脆 听到弗罗兹的话后 跪坐在地上的他对着弗罗兹弯了下腰 将这件事情全推到了对方的身上 放心吧 我去去救回来 弗罗兹笑了笑 走出门外看了一眼正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 拿出他的卫星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五分钟后 照射在这座废弃军营上的大灯全部都熄灭了 弗罗兹在两个俄罗斯军官的陪同下 进入到了一辆指挥车里 经过改装的指挥车 从外面看上去很普通 但是车里的地面上铺垫着厚厚的波斯地毯 酒柜冰箱和卫星电视一应俱全 显得异常的奢华 见到弗罗兹进来 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头发全都掉光了的将军站了起来 和弗罗兹拥抱了一下之后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说道 老朋友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将军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弗罗兹心中暗骂了一句老狐狸 他都带领着军队将此地包围了 如何会不知道自己在里面 简直就是明知故问 将军您也知道 这次只不过是我们黑市全场的一点小事情 怎么会惊动您呢 弗罗兹也没和对方绕圈子 开门见山地说道 咱们是老朋友了 我希望将军能在总统面前美言几句 把这件事情给化解掉 弗罗兹 这件事情可不小了 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 实在是你们这次闹得太过分了 总统十分的生气 这件事情必须有个调查结果的 诺夫斯基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想了一下之后 接着说道 把老朋友你摘出去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里面凡是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的人 都要押回莫斯科进行审查 Shit 这说了等于没说 弗罗兹心中赋斐了一句 脸上却是堆满了笑容 说道 最近泰国皇室在巴提亚开发了几栋别墅 非常的不错 我帮将军您留这一套呢 作为泰国最有名的旅游圣地 巴提亚无疑是寸土寸金 那里的一栋别墅价值最少都在上千万美金以上 所以听到弗罗兹的话后 洛夫斯基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洛夫斯基很快就收敛了笑容 皱着眉头说道 那就感谢老朋友你了 不过这件事还是有些难办 总统那边我没法交代啊 将军 上次伦敦郊区的那栋别墅怎么样 我想 他很快就可以转到您儿子的名下了 面对着欲求不满的洛夫斯基 弗罗兹有些无奈 他知道这些俄罗斯军方的人 最喜欢在国外置办地产 只能又抛出了一个诱饵 弗罗兹现在也是赶鸭子上架 不得不如此 因为如果不能让洛夫斯基放过 伊藤等人 他和日本以及鲁道夫等方面的同盟关系就将破裂 没有了日本伊藤家族和鲁道夫在土耳其的支持 弗罗兹根本就无法整合这两处地方的黑市全场 也就是说他此前的事情全都是白忙活了 老朋友真是太客气了 听到弗罗兹的话后 弗罗兹基笑的眼睛都眯缝了起来 老朋友 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影响太大 我需要给总统一个交代 你懂吗 当然 将军那些都是万恶的中国人做的 这些凶手此刻就在我的手上 我会把他们移交给您的 弗罗兹话题一转 说道 不过这些都是穷凶极恶的人 他们在将军您指挥的抓捕中进行了反抗 最后全部都被击毙了 我想 这样的答案总统阁下是可以满意的吧 哈哈 我满意 总统阁下也就满意了 洛夫斯基哈哈大笑了起来 伸手从酒柜上拿下了一拼最纯正的福特加 倒在两个杯子里后 说道 为了我们的友谊 为了该死的中国人 干杯 干杯 弗罗兹举起酒杯会心地笑了起来 心底也有些肉疼 他付出的那两处房产 加起来也有数千万美金之多了 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就在两人的默契中完成了 随之包围住这个军营的部队接到了命令 除了一支特种小分队留下之外 所有的人都退到了山下 原本驻留在训练营中的学员 在弗罗兹等人到来之后 都被教官带入到了北方的深山中集训去了 那将是一次死亡之旅 此时留在弱大军营里的人 除了二十多个日本人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弗罗兹的底细 至于董大壮等人 则是被关在了训练营用于城界学员的禁闭室内 这种禁闭室 只有1米75左右的高度 前后呈四方形 里面的面积不足1平方米 和个棺材差不多 而且禁闭室是全封闭的 除了通风口之外 连一扇窗户都没有 人进入到里面和被埋在地下的感觉也差不多 他们听不到任何外界的声音 不管是多么强悍的学员 在禁闭室内关上三天 保证他们都会服服帖帖的 很多人在犯下错误后 宁愿自杀都不愿意再度被关在里面 董大壮等人虽然只被关押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被带出来后 每个人都面色苍白 有几个甚至都无法走动 硬是被人拖到了训练营的操场上的 大壮 你没事吧 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看到了董大壮 不由挣扎了起来 只是他已经有两天水米未尽了 根本就挣脱不开弗罗兹的手下 二叔 我没事 爷爷一定不会放过这些杂碎的 董大壮倒是挺有胆气 不过他的名字虽然叫做大壮 但身体却是有些消瘦 此时比那中年人还要虚弱几分 大壮 你说的没错 董也肯定会为咱们报仇的 董大壮二叔旁边的义人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口吐沫吐在了他身体侧方的伊藤老鬼子的脸上 阿嘎 作为日本最古老的伊藤世家家主 伊藤杀树何时受过这等侮辱 心下顿时大怒 手腕一翻一阵 一抹流水般的光泽闪过 那人的笑声戛然而止 一颗头颅高高的飞了起来 伊藤的残忍让董大壮目自尽裂 眼角都渗出了血水 大声喊道 二宝叔 妈的 老鬼子 有本事冲爷爷来 你们 都要死 伊藤音音一笑 手腕再翻 顿时又传来一声惨呼 却是一人的身体被从腰胯处斜血劈开 一时不得就死 口中发出了凄厉之极的惨豪 第752章虐杀 中 伊藤家族在日本幕府将军时代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历史甚至比北宫家族还要久远 他们所传承的剑道 要更加的贴近实战 伊藤杀术虽然动作不大 仅是手腕做出了几个简单的披斩 但被俘的七人 已经由五人命丧刀下 只剩下了董大壮和他的二叔 正当伊藤杀术对着董大壮举起了武士刀的时候 站在十多米外的洛夫斯基终于反应了过来 一脸阴沉地说道 够了 我需要不是这些残肢断壁 严格说起来 日本和俄罗斯 那也是有着世仇的 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日本和当时是沙皇俄国 就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接壤的地方 爆发了第一次日俄战争 那一次战争 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促成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 并取得在朝鲜 中国东北驻军的权力 令俄国与此的扩张受到阻挠 而当这场战争过去了40年之后 在1945年 日本和前苏联在同样的土地上 又进行了一场大战 不过这一次却是以日本的惨败而收场 经营中国东北长达26年的日本关东军 在苏军全线攻势面前迅速溃败 成为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大重要因素 军人之间的仇恨是很难化解的 所以在看到伊藤的暴行后 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的洛夫斯基开口 阻止了伊藤杀术接下来的举动 在洛夫斯基下令的同时 一阵枪栓拉响的声音传出 十多把冲锋枪对准了伊藤杀术 论个人战斗力 这些军人远不是伊藤杀术的对手 但集体作战讲究的是配合 被十几把枪指着 伊藤杀术心头也被笼罩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 好吧 这两个人我就交给将军了 伊藤阴阴阴一笑 从怀中拿出了一块雪白的手帕 将他那把闪烁着寒光的武士刀上沾染的血迹 轻轻擦拭了一番 洛夫斯基想到了自己的承诺 转脸看向他的特种小队队长 说道 帕特里克把那两个人枪毙 尸体带走 经历过前苏联解体 并且和车臣武装进行过战斗的洛夫斯基 显然也是个心狠手辣之辈 他甚至曾经下过屠杀的命令 几条人命在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是 将军 那个佩戴着俄罗斯上校军衔的军人 抬脚向董大壮走去 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手枪出现在了他的右手上 不过谁都没有发现 此刻在训练营的上方 一团蒸腾着的雾气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怎么回事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身在半空之中 叶天的眼皮不禁一阵跳动 他原本早已到了山下 只是一来经过三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 叶天体内的真气几乎耗尽 他需要调整一番 二来当时的黑拳训练营地被军队包围住了 并且树盏大灯将其照射的有如白昼 他即使用真气包裹住身体 怕是也会被人给发现 所以叶天这才等军队撤去 才来到了训练营里 不过这一看 顿时让他气炸了肺 叶天怎么都没想到 除了董大壮之外 鸿门中居然还有活着被抓的人 看着那青石条铺就的地面上满是鲜血 叶天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一片 他也没有出声 心念一动 将护身的真气尽数收入到了丹田之中 谁 身为俄罗斯军中最为精锐的特征分队队长 帕特里克的反应无疑极快 当他感觉到头顶似乎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枪口已经同时指了过去 只是还没等帕特里克扣动扳机 右臂就传来一阵剧痛 紧接着耳边传来咔嚓一声 他那粗壮的脖子顿时搭拉了下来 队长 四周传出一阵惊呼 两个特种队员加持着洛夫斯基往后退去的同时 场地内枪声骤然响起 十多把冲锋枪喷射出了火苗 齐齐向叶天射去 不过就在他们举起枪口的时候 叶天已经感觉到头皮一阵发麻 浑身汗毛炸起 所以在扭断了帕特里克脖子的同时 叶天顺势往地上一趴 整个人犹如狸猫一般 双手连拍地面 迅捷无比地冲入到了那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中间 如果被这些人拉远了距离 他们手中的枪或许还能对叶天有些威胁 毕竟他此时还是血肉之躯 不过一旦距离拉近 这些人在叶天眼中就是待宰的羔羊了 这就像是古代的无敌将军一般 冲入到了敌阵里 虽然四面八方皆是敌人 但其实最是安全不过 眼中射出一股冰凉的杀意 叶天右脚在地上一顿 身体建设而出 静止装在身前那足有两米高的壮汗身上 咔 咔嚓 骨骼断裂声中掺杂着那人的惨叫 庞大的身躯被叶天顶得飞了起来 重重地摔出了十多米远 见到没有射中叶天 剩下的那些特种军人反应也是极快 他们直接抛弃了已经没有子弹的冲锋枪 几乎在同一时间 十多人手上都出现了一把手枪 从掏枪到瞄准 这些人的动作甚至没有超过0.5秒 全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动作快到了极点 不过在叶天眼中 这些人的动作还是太慢了 一个个就像是录像机中的慢镜头般 从叶天眼前闪过 叶天的右脚看似轻描淡写的 在轻拾地面上踏了下去 但是随着他脚底和地面的接触 砰的一声巨响在众人的耳边炸起 叶天这一脚踏下 整个训练营的地面 像是发生了地震一般 上下左右得摇晃了起来 有几个人的身体 甚至被翘起的石板 弹起了三四米高 这种情形 坐过公交车的人都能体会 就像是几尺的车辆突然一个急杀 任凭你站得再稳 也都会被那种惯性给甩出去 这一阵之下 那些拿着枪的特种队员顿时东倒西歪 哪里还顾得上去瞄准叶天 全都死吧 一脚踏出山崩地裂 叶天的动作有如行云流水一般 横掌如刀 食指如剑 一道道白脸般的光泽从他指尖透出 前后左右一阵劈砍 被叶天全力催动的先天真气 简直就是无间不摧 随着痴痴划破空气的声响 场地内顿时响起了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 当叶天的身形出现在场中之后 原本散落在叶天四周 穿着防弹衣的那些特种队员们 身体突然暴成了一片血雨 就连叶天深周方圆十多米的青石地面 也被割裂成了一块块石条 一招解决了持枪的人后 叶天手腕一翻 拉着洛夫斯基已经跑到训练营门口 两个特种队员只感觉后脑一麻 整个人就瘫软在了地上 回来吧你 叶天一步跨出 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了三十多米远 一把揪住了洛夫斯基的脖子 将它扔回到了场地中间 是 是你 中 中国也 刚才所发生的一幕写起来漫长 实际上只不过就是短短的几秒钟 当叶天回过头来 弗罗兹不禁见鬼一般地喊叫了起来 好 挺好 原来是老朋友啊 看见弗罗兹 叶天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曾经答应过要为董生海报仇 没想到时机来得如此之快 你 你怎么做到的 弗罗兹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 相比在女王号上的叶天眼前的这个男人 简直就像是魔鬼一般 举手投足之间 竟然就杀死了十多个十枪核弹的军人 怎么给你解释呢 叶天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说道 给你说 你也听不懂 干脆就让你尝试下吧 说着话 叶天伸手虚空一抓 十多米外的弗罗兹 就像是指人一般对着叶天飞了过去 咔嚓 咔嚓几声脆响传出 中间还伴随着弗罗兹的惨呼声 一手掐着弗罗兹的脖子 叶天用另外一只手 慢慢地将他双臂双腿的骨骼 一一捏成了粉末 弗罗兹倒也干脆 翻了个白眼就晕了过去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丢抹布一般随手将弗罗兹丢在了地上 叶天在他脑门出一弹 一股真气护住了弗罗兹的心脉 就像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一般 在真气堵入体内的同时 昏迷过去的弗罗兹顿时清醒了过来 身上的剧痛传入脑中 他恨不得马上就死去更加痛快 我会让你最后一个死的 叶天没有去管惨乎不已的弗罗兹 而是将目光盯在了如临大敌的伊藤杀树身上 淡淡地说道 你身上有骨子怨气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些中国人都是你杀的吧 巴 巴嘎 你 你是什么人 饶是伊藤这老鬼子心狠手辣 也被叶天的手段给吓得双腿都有些发软 从叶天出现到死了一场地的人 甚至还没有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董大壮 我是你爷爷的朋友 叶天并没有回答伊藤杀树的话 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脸呆滞的董大壮 说道 你可以帮这个老鬼子选择一种死法 第753章虐杀 下 帮他选择一种死法 董大壮重复着叶天口中的话 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在几分钟之前 他还以为自己将要死在这个地方 可短短的几分钟后 却是风云突变 叶天就像是天兵神将一般 突然杀了出来 只是董大壮虽然对伊藤杀树恨极 但他和普通的鸿门中人不同 严格说来 他甚至不算是鸿门中人 由于董生海并不想让这个唯一的孙子 也加入鸿门 事已家传连功夫都没传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董大壮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所以在叶天让他选择伊藤的生死时 董大壮一时有些傻眼 他这辈子干过最热血的事 也不过就是上小学时一拳将同学的鼻子打出血而已 凌迟活寡了他 董大壮上海在震惊之中的时候 他身边的那个中年男人挣扎着坐了起来 大声喊道 我哥哥和弟弟都死在他的手上 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啊 你是 叶天文言愣了一下 这人的面目和董大壮有四五分相似 难道是董生海的儿子 我叫董天忆 是大壮的叔叔 董天忆一脸悲戚 歪过身体双膝跪在了地上 重重地向叶天磕了个头 说道 董家满门三十八人 就我和大壮还活着 这位爷 您可要帮我们报仇啊 满门三十八口 只活下来两个人 还真是灭门啊 叶天眼中露出一股杀意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如你所愿 他会被凌迟的 八嘎 中国人 狂妄 日本七十岁以上的人 极少有人不懂中国话的 尤其是日本的各个世家 更是将汉语 作为必修的语言 所以董天忆和叶天的对话 伊藤沙树完全能听得懂 虽然叶天雷霆般的霹雳手段 让伊藤沙树心生含义 不过日本人骨子里的那股凶汗 却是让伊藤沙树因为畏惧 心中反而生起了一股耻辱的感觉 沙 伊藤沙树脚下连踩碎步 闪电般地向叶天冲了过去 在距离叶天 还有四五米远的嘀咕 身体突然高高跃起 双手持刀举过头顶 气势十足 就在伊藤沙树动手的同时 原本散在四周的那些日本人 口中也是发出了一阵嚎叫声 各自抽出了腰间的武士刀 将叶天包围了起来 巴嘎 死吧 日本见到最重气势 在叶天那种无形压力的压迫下 伊藤沙树感觉到 这一刀是他毕生武力的巅峰 世上再无可挡之人 跳梁小丑 叶天鼻子发出了一声吃笑 连刀钢都未形成的刀法 还敢在自己面前下来 叶天根本就没打断 伊藤沙树的叙事 直到那充满了杀气的一刀 来到眼前时 叶天才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 没错 就是食指和中指两根手指 就像用筷子夹菜一般 叶天两指一盒 漫天的刀芒顿时一致 连带着伊藤沙树跃起的身体 也被他拉扯了下来 武士刀的顶端锋刃 距离叶天的眉心 只不过有寸许长短 但任凭伊藤沙树如何用力 武士刀就像是和叶天的手指 烧住在了一起一般 连一毫米都无法挪动 不过就在此时 六七把武士刀同时迎头 向叶天砍下 伊藤沙树这次带来的西伯利亚的人 尽是家族中的好手 心性坚韧之极 叶天方才所造成的杀戮 也仅仅是让他们心中波动了一下而已 一入先天到不同途 感受着头顶传来的杀气 叶天微微摇了摇头 要是放在一年之前 他唯有松开手指后退一路可走 但是现在 这些冷兵器已经很难对他造成伤害了 当当当 右手双指依然夹着伊藤沙树的武士刀 叶天的左手却是抬了起来 手臂引现一道白色的光泽 往上一迎 一阵金属交击的声音大作 持刀的人只感觉一股大力传来 震得他们双手发麻 再也握不住刀柄 六七把刀被高高地震到了半空之中 而叶天的左臂却是安然无恙 甚至连衣袖都没破开 那动作仿佛就像是在驱赶几只 微不足道的苍蝇一般 你也松手吧 叶天夹住刀刃的右手手腕 轻微地摆动了一下 一道按紧从刀身直传刀柄 金刚打之的武士刀忽然间变得扭曲了起来 像蛇身一般颤抖着 伊藤沙树感觉双手中 就像是抓着一块火炭般炙热 随着叶天的声音 芒不迭地松开了双手 低头看去 手上虎口筋裂 拇指关节已然被震断了 夺下武士刀后 叶天右手又是一斗 那刀像是有灵性一般弯曲了过来 刀柄送到了叶天的左手上 杀 叶天口中发出了一声断鹤 左手闪电般的向外挥出 一道长度足有三米的白色钢器 出现在了武士刀的锋刃前端 扑斥 扑斥 几声闷响传出 原本围在叶天深周的那七八个人 均是感觉脖梗出一凉 神志随之变得模糊了起来 由于叶天出刀的速度实在太快 几个人的脖子处只是出现了一道红线 等到数秒钟后 那八斤头颅才从几人脖子上掉落下来 同时一道血茧冲天而起 巴嘎 见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轮到伊藤老鬼子目自尽裂了 此次跟随他来西伯利亚的人 都是家族精英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孙子 可是就在叶天挥手之间 伊藤沙树就和他们天人永隔 那助力不倒的身体向外喷涌出来的鲜血 模糊了伊藤沙树的视线 轮到你了 不过你不会死得那么痛苦 叶天转脸看向了伊藤沙树 虽然他的身边已经是血流成河 但叶天身上却没有被沾染一丝 尽数被护体真气格挡开来 不 不 你不能杀我 或许是被眼前的杀戮彻底摧毁了心中的信念 伊藤沙树连忙往身后退去 脚下却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一个亮枪摔倒在了地上 是人无不可杀 你又算什么东西 叶天一刀挥出 坐在地上的伊藤沙树只发觉双耳一凉 用手摸去的时候 两个耳朵已经不翼而飞 鲜血顺着耳机流淌了下来 不 看到叶天又是一刀劈下 伊藤沙树顺手一抓 将刚才绊倒自己的那人举过了头顶 这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死就死了吧 叶天目光一凝 发现被伊藤沙树用来格挡的这人 正是之前的那个俄罗斯将军 手中的武士刀没有丝毫的迟疑 继续劈了下去 反正之前已经将那只特种兵小分队的人 杀了个干净 再多杀个老毛子 叶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叶天在进入这个训练营的时候 就已经打算血洗此地 除了董大壮之外 不留一个活口 俄罗斯军方也不可能追查到自己的身上 刀锋没有丝毫的挚爱 如同切豆腐一般 从洛夫斯基的腰间划过 五脏六腑混杂着鲜血 顿时交连了伊藤沙树一头一脸 叶天手腕闪电般的左右一番 伊藤沙树口中随之发出了一声惨嚎 他的双手食指 进阶被叶天贴着洛夫斯基的身体给削断掉了 看好了 董家的仇 我帮你们报了 单手持着长约一米二左右的武士刀 叶天的动作犹如刨钉解牛一般上下挥舞着 一片片拇指甲大小的肉片在空中不断飞舞着 中间还掺杂着伊藤沙树惨力的嚎叫声 叶天在每削下一块伊藤沙树皮肉的同时 都会镀出一缕真气护住他的心脉 所以伊藤沙树虽然浑身上下血流不止 但人却是清醒的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传来的每一丝痛楚 这种无尽的折磨让他恨不得历时就能死去 短短的几分钟过后 伊藤沙树除了脸上的皮肤完好无损之外 整个人已经成了一个血人 浑身上下布满了鱼网状的伤口 再无一丝好肉 一旁的董天忆叔之俩早已是看直了眼睛 纵然心中有万般仇恨 但叶天这种虐杀的方式 还是让二人恶心不已 胃中泛起了一股酸水 而躺在十多米外的弗罗兹 眼睛里则满是惊恐 四肢骨骼粉碎的疼痛 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恐惧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残酷之极的死法 嗯 好像有点不对 叶天心头忽然升起一丝警照 他感觉自己好像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连忙释放出神石 却发现整个军营内除了自己身处的这个操场 完全没有一个活人的存在 还是要尽快离开这里 叶天右手不停 脑中却是起了一挂 发现挂项围下有大凶险 与此同时 在军营外三四百米处 也传来到了一阵嘈杂声 刚才包围训练营的那些军队 又围了上来 或许是那阵激烈的枪声 惊动了他们 这颗头你们带着 留着祭奠家人 一道寒光滑过 伊藤沙树口中的嚎叫声 戛然而止 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 掉落在了董大壮的脚边 第754章情势不妙 你们两个 过来 咱们要离开了 听着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叶天微微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要是被那些军人给包围住 纵然 他能逃脱出去 但董天一疏指 却是必死无疑 这位爷 我要杀了他再走 董天一脸上露出一丝惨笑 虽然他没有夜天那般敏锐的神识 可以观察到山下的动静 但他知道 刚才的枪声肯定会惊动一些人 大仇得报 董天一已经是心无挂碍 就算是现在死 他也能明目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还有一个人没能授手 从地上捡起一把掉落的武士刀 董天一将其当成了拐杖 撑着的一步步地挪到了弗罗兹的身旁 眼中露出了不加掩饰的仇恨目光 正是此人促成了这次对莫斯科鸿门的联合围剿 也正是他造成了董家数十口老少被灭门的惨案 不亲手杀掉弗罗兹 董天一死不瞑目 快点吧 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夜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往山上赶着 如果不是积雪尚未融化 道路不是很好走的话 这两分钟的时间也结余不下来 其实就算是董天一不动手 弗罗兹也活不下来 夜天在捏碎他四肢骨骼的同时 藏了一丝暗尽在他的心脉中 心念动尖就能置他于死地 王我父亲将你当成朋友 你却联合众人欺凌我董家 没想到有今日吧 董生海一共有三个儿子 全都在鸿门中打理各种事物 其中老二董天一负责的就是黑市权相关的生意 是以对父亲此次前往泰国的事情十分了解 这也让董天一愈发地仇恨弗罗兹 一切都是这个英国人引导的 是他 让在俄罗斯经营了数十年的董家成为了历史 站到横躺在地上的弗罗兹面前 董天一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武士刀 想到了惨死的妻儿 眼角忍不住渗出了两行血泪 去死吧 董天一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 双手握着武士刀的刀柄 重重地向佛罗兹的脖子处砍去 啊 倒在地上的弗罗兹惨叫了一声 却是董天一被关押多日 身上早已没了力气 这一刀紧紧砍断了弗罗兹的半个脖子 弗罗兹破开的喉管处鲜血直涌 发出了像是风香一般的呼呼声 只是一时不得就死 脸上的表情痛苦至极 二叔 我来 从小到大都是乖孩子的董大壮 此时也拎着把刀走了过来 似乎今日的血腥杀戮 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血腥 对着弗罗兹脖子上的伤口处 也是一刀砍下 只不过这叔侄俩的情况差不多 董大壮这一刀 也没能砍下弗罗兹的头颅 倒是自己溅了一身的鲜血 行了 抓紧时间走吧 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夜天皱了下眉头 把右手的武士刀制了出去 不偏不倚的刚好将弗罗兹的脑袋 齐驳削了下来 大壮 你把这两颗脑袋带走 去祭拜你的父亲妈妈 董天义从地上拾起了一把冲锋枪 熟练的拉开了枪栓 说道 这位爷 大壮就拜托您了 我帮你们垫后 在董天义看来 他和董大壮都没有了奔走的能力 夜天就是悲 也只能悲一个 必定逃不出敌人的追捕 倒不如牺牲自己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让夜天二人能顺利地逃出去 就你 还帮我们垫后 听到董天义的话后 夜天有些哭笑不得 他连拿着那枪都如此费劲 恐怕一梭子子弹的后座力就能使他枪械脱手 不好 有直升机 夜天正在说话的时候 面色忽然一变 因为他耳边传来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 不要动 也不要说话 夜天双手虚抓 十多米外的董天义舒直 顿时被一股大力吸到了夜天身边 同时一团雾气由他脚下升腾而起 将三人环绕了起来 隐身在雾气之中 夜天食指连弹 一阵灯光爆裂的声音响起 原本灯火通明的训练营 顿时变得黑暗一片 一手提着一人 夜天催动真气 身体升腾而起 转瞬之间就越过了高墙 融入到了黑暗之中 妈的 原来带人飞行这么困难 十多分钟后 夜天三人的身形 在距离训练营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树林里 显现了出来 将两人放在地上 夜天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一句 用真气控制身体脱离地球引力 从而达到短距离的飞行 这对修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之前夜天赶了三百多公里路 真气已然被消耗掉了近六成 用余下的四成携带两人 他却是感到力不从心了 而进入先天之境的人 体内浊气浸除 轻气上升 本身就没什么重量 是以夜天自己陆地飞腾起来十分的容易 但懂天忆舒直 却都是后天浑浊的肉身 在地面拎着他们两人 夜天或许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但带着二人飞到空中 就让他苦不堪言了 您 您这是神仙 刚才 从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头顶飞过的时候 饶势董天忆舒直二人胆大 也差点被吓得个大小便失禁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居然能在天上飞行 这刚一落到地面 两人就瘫坐在了地上 他们此时的震惊 还要远身夜天在训练营中的大开杀戒 毕竟那还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屁的神仙 神仙还他妈能累成我这样啊 夜天美好气地骂了一句 此时的他的确累得不轻 短短五十公里的距离 几乎让他消耗了体内所有的真气 夜天的头发都被汗水给浸湿头了 搭腊在了额头上 从进入到先天之境以来 他还从未如此的狼狈过 那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听到夜天的骂声后 董天忆二人反倒是安心了下来 在他们想来 神仙都应该是盗鼓先锋的做派 没听说过还有喜欢骂人的 你们先吃点东西吧 一会有人过来接 夜天摆了摆手 将一壶水和冻得像石头一般的馒头 扔给了二人 自己则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脚盘于膝上打坐了起来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 夜天站起身来 神色已经是没有刚才那般疲惫了 老板 怎么有两个人 在被夜天用神石引导过来后 马拉凯关掉了发动机 皱着眉头看着一身血污的董天忆二人 老董还剩下了个儿子 我总不能扔那里吧 夜天摇了摇头 说到 抓紧离开这里吧 我总感觉不对 好像是被人盯上了一样 在训练营中的时候 夜天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离开了训练营 她的这种感觉依然没有消失 夜天知道 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马拉凯点了点头 从车里拿出两件皮衣 对着董大壮二人说道 好 你们两个 先把衣服换了吧 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 马拉凯就察觉到 这段地区的警戒似乎延了许多 如果不是马拉凯知道一条小路的话 怕是都无法将车开到这个位置 你们两个先睡一觉吧 醒来就安全了 夜天坐在了汽车的前排 回身在董大壮两人 耳下穴道扫了一下 叔侄俩顿时感觉头脑一昏 歪着身子躺倒在了座椅上 怎么回事 出什么问题了吗 夜天看向了马拉凯 从来到这里后 老马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 事情是有点不太对劲 马拉凯点了点头 说道 俄罗斯方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行省的军队都在往这个方向集中 主要干到已经全部被封锁 怕是无法抵达伊尔库茨克了 按照马拉凯原先的计划 他在抵达伊尔库茨克后 利用早已办理好的假手续 从那里先将董大壮送到 同属于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尔泰共和国 然后再想办法把它送回国内 由于阿尔泰共和国原本就是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 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边界线只不过就是一个小镇划分开来的 想要出境十分的容易 可是现在前往伊尔库茨克地区的道路 已经被封锁了 这一路上关卡众多 马拉凯根本就无法横跨两三百公里 将他们带过去的 不就是黑帮火拼吗 俄罗斯政府至于那么重视吗 夜天文言也皱起了眉头 这西伯利亚地广人稀 如果等到天亮的话 军方出动侦察机或者是直升飞机 这辆车子怕是很快就会被发现 还有别的办法吗 夜天对西伯利亚的情况并不熟悉 他只能看向马拉凯 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马拉凯摇了摇头 说道 除非伊尔库茨克地区主干道上的士兵撤走 否则暂时只能将他们藏在当地了 不行 一定要尽快送出俄罗斯 夜天否决了马拉凯的建议 他可是在训练营中杀了十多个俄罗斯士兵 俄罗斯方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755章卫星监控 老毛子一向报复心都极强 当年出兵东北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报40年前的那一战之仇 眼下在他们地盘杀了他们的人 夜天并没指望俄罗斯人会放过自己 而西伯利亚地广人西 加上现在还没有回春 树木都是光秃秃的 即使在野外也没法藏身 要是不能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早晚都会被对方给发现 妈的 早知道把那些俄罗斯人打昏了就好了 夜天忍不住发起了牢骚 眼前的情况是进退尾骨 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付了 老板 你杀了俄罗斯人 听到夜天的念叨 马拉凯有些回过未来了 你杀的是什么人 要是普通士兵 克里姆林宫应该不会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吧 夜天摇了摇头 说道 是个将军 秃头 还是十多个人士兵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在赶到训练营的时候 夜天刚好听到 洛夫斯基下令枪毙董天忆二人 那个俄罗斯上校对齐的称谓 好像就是将军 秃头 将军 马拉凯重复着夜天的话 忽然瞪直了眼睛 手忙脚乱地从车里翻出了一张报纸 指着上面的一招照片 说道 老老板 你 你不会是把他给干掉了吧 夜天伸头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说道 就是他 怎么了 这老毛子来头很大 报纸上的秃头 正是被夜天一刀劈死的洛夫斯基 这张照片是他前几天视察远东军队时所拍下的 马拉凯知道他主持这次事件后 特意找来放在车子上的 不过夜天只知道照片上的人的确是死在自己手上 至于照片旁边的文字他就不认识了 当下看向马拉凯问道 这人是个什么将军 俄罗斯军队调动和他的死亡有关 夜天有些想不明白 从他杀死这人到现在 最多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俄罗斯方面为何反应会如此迅速 居然在各个交通干道上都布置了军警 老板不用问了 肯定是和他的死有关 马拉凯脸上露出了苦笑 他曾经在数十个国家执行过拥兵任务 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今次的事情 他的雇主竟然干掉了这个国家的大人物 看着夜天还是一脸懵懂的样子 马拉凯接着说道 他就是洛夫斯基 主持西伯利亚军事的军方巨头 老板 你这次捅了大娄子了 前苏联曾经有大元帅的军衔 不过解体之后 俄罗斯取消了大元帅 军兵种主帅及军兵种元帅 其余都沿用了前苏联的军衔制度 现在的俄罗斯 除了现任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 为俄联邦元帅之外 其余军衔最高的就是大将 而洛夫斯基就是其中手握实权的一位 谢尔盖耶夫元帅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所以洛夫斯基接任他的职位 成为俄联邦第二位元帅的呼声 一直都是很高的 甚至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也在一些场合表达了对洛夫斯基能力的赞赏 可以说是谢尔盖耶夫之下 洛夫斯基就是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这样的军方巨头 已经是可以参与到正式之中了 同时也是别的国家对其分析的主要对象 夜天将他干掉 不亚于在俄罗斯引爆了一颗威力巨大的核弹 相信在天亮之后 各国都会传出洛夫斯基遇害的新闻 在重兵包围的情况下 军方巨头被人杀害 如果俄罗斯方面不能尽快地寻找到凶手 那整个国家的脸面都会丢尽了 妈的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洛夫斯基呀 听完马拉凯的话后 夜天也是哭起了脸 那时他刚看到几个鸿门中人 被一腾老鬼子杀掉 正在愤怒之中 哪里还顾得上去询问洛夫斯基的名字啊 现在怎么办 无意中干掉了这个国家的巨头 夜天也是头疼无比 不过庆幸的是 场内所有人都已经被他杀掉 俄罗斯方面并不能将目标锁定在自己的身上 老板 要不 把他们两个留在这里 马拉凯回头望了一下 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轻声说道 要不然就把他们干掉 咱们两人离开这里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马拉凯知道夜天神出鬼没的本领 只要没有这两个累赘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出俄罗斯 将洛夫斯基死亡的事情撇得一干二净 不行 那我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 夜天摆了白手 君子一诺重于千军 他既然答应了董生海 就要为董家保住这条血脉 不过老马这外国人肯定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 夜天也懒得和他解释 对于自己的安危 夜天倒是没有什么顾忌 他是害怕导弹大炮不假 但对方也要能找得到自己才行啊 所以纵然对方出动百万大军围剿 夜天也没有丝毫的担心 让我再想想一定有办法的 见到马拉凯还在再说 夜天摆了白手制止了他 深夜 克里姆林宫 数位身在俄罗斯的军方大员 军事接到了内部紧急通知 从床上爬起来 赶到了克里姆林宫 看着面色阴沉的总统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没人敢去询问总统先生 将军们一个个军事低声议论了起来 直到国防部长谢盖耶夫元帅来到之后 议论声才停歇了下来 我要通知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身材不高的总统瑞丽的目光 在将军们身上看了一眼 一脸沉重地说道 远东司令洛夫斯基大将 在西伯利亚被人杀害了 请大家脱帽致哀 什么 洛夫斯基死了 这怎么可能 谁能在俄罗斯杀一位大将啊 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洛夫斯基是怎么死的 总统的一番话 犹如在会场扔下了一颗炸弹 原本平静的会场顿时沸腾开了 就连谢盖耶夫元帅 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要知道 到了他们这种身份 身边24小时都会受到俄罗斯最精锐的特工人员保护的 另外还有一支特战小队 这些人的战斗力足以应付一场小型战争了 而洛夫斯基去西伯利亚调查莫斯科事件 身边的警卫肯定更加森严 却是如何会被人杀害呢 在场的这些将军们 未必都和洛夫斯基关系不错 相反 其中的绝大部分还是他的政敌 但是此刻 他们都在追问洛夫斯基的死因 当然 这些人所关心的 是洛夫斯基在什么情况下被人杀害的 因为凶手有能力干掉洛夫斯基 自然也会对他们产生威胁 这才是最为紧要的 安静 总统提高了声音 目光冷冷地在这些人脸上扫了一圈 会场顿时寂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 洛夫斯基可是总统先生的最有力支持者 洛夫斯基死了 最头疼的应该就是总统阁下了 他们可不想此时猝这个眉头 总统先生 我对洛夫斯基大将的去世深感悲伤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将凶手抓获 您一定有什么线索了吧 场内的寂静被谢盖耶夫元帅打破了 他是上任总统委任的元帅军衔 在军中资格很老 就是总统也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我已经签署总统令 洛夫斯基的职责暂时由伊万洛夫代理 现在西伯利亚已经全地区戒严 绝对不能让凶手逃出去 总统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面前的石木办公桌上 哼的一声巨响 听得所有人都是眉头一跳 他们能感受得到总统先生的决心 我请大家来 是想让大家看一段视频 看到默不作声的众人 总统也是在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洛夫斯基死掉之后 他整合军队的愿望又要落空掉了 随着工作人员将会议室前的布帘拉开 一段并不是很清楚的影像 跳跃在了那个小屏幕上 这段画面没有任何的声音 图像也是模糊不清 只能勉强看的一些人的身影 只是像素的分辨率极差 甚至连人物所穿的衣服都看不清楚 各位尊敬的将军们好 我是吉尼斯 一个佩戴着上校军衔的中年人走到了屏幕前 他手中拿着一根轿鞭 指着屏幕上的画面 说道这是洛夫斯基遇害时 从监控卫星上所拍摄的画面 在这个上校出现的时候 场内很多将军脸上露出了些许不自然的神色 因为他们都知道 吉尼斯负责的是军用卫星监控方面的工作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这个部门可以算是军队中最为神秘和重要的部门了 在场的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他们在出席一些户外重要场合的时候 说不定吉尼斯就躲在办公室里 用监控卫星在监视他们呢 吉尼斯上校 我想知道的是 为何这个画面如此不清楚 国防部每年拨付给你们的资金 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第756章暴露了 对不起 元帅阁下 对于谢盖耶夫元帅的质问 吉尼斯坎坎而谈 现有的技术即使在白天 想要精确到一个人的面目都十分的困难 更何况是在夜晚 而且西伯利亚又面临着一场暴风雪 监控卫星可见度极低 能拍摄到这个画面 就是美国人 也不会比我们做得更好的 牵扯到自己的专业 吉尼斯并没有因为谢盖耶夫的身份而退缩 并且把美国人搬出来进行了对比 这也是冷战时期所养成的习惯 谢盖耶夫元帅没有继续刁难吉尼斯 而是问道 那用监控卫星 能否找到凶手现在的下落呢 吉尼斯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办法 因为在杀死了洛夫斯基将军和场内的所有人后 这个人突然失踪掉了 由于当时天气的原因 画面上的人影都是模糊一片的 加上当时地面也是一堆尸体 看上去极为的混乱 再加上卫星是有轨运行的 它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监控 随着位置的变化 画面也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而且就是作为第一卫星资源大国的美国 也不可能用卫星去监控一个人 否则美国现在也不用土火如荼的去进行阿富汗战争了 直接用卫星把本拉登揪出来不就好了吗 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放这段视频有什么意义 听到吉尼斯的话后 场内一位将军不满地提出了质疑 引起好几个人的复合声 不 这段视频还是可以帮我们找到凶手的 吉尼斯摇了摇头 在投影仪上操作了一下 屏幕上的一个画面顿时被放大了十多倍 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我们的专家从他的体貌以及形态特征上分析 他应该是个亚洲人 而且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 大家都知道诺夫斯基将军此次调查的事件 就和来自中国的黑帮火拼有关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凶手应该就是个中国人 吉尼斯的话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因为如果能确定凶手的国籍 那对案件的侦破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出入境名单 搜寻年龄国籍相当的嫌疑人 就算对方是偷渡入境的 他们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在西伯利亚进行搜捕 如此一来 搜寻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 抓获凶手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强 诸位 我这里有最近入境的中国人名单 其中这个人的嫌疑最大 吉尼斯将画面调成了一个人的照片 那赫然就是夜天 要说一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 其所能产生的能量绝对是恐怖的 从事发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竟然就从数以万计的入境名单内 筛选出了数名嫌疑人 而排在第一位的无疑就是夜天 她在女王号上打黑市拳的经历 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就连在美国911事件中 夜天所表现出来的超能力 在此刻都被无限地放大了 这是什么人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武力 他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敌得过枪弹吧 不一定是他干的 一位前领导人的外孙 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 在听到吉尼斯讲解完夜天的背景和事迹后 场内众人分成了两派 一方面自然是支持吉尼斯说法的 而另一方面的人 则是不相信仅凭一人之力 就能完成训练营中的杀戮 因为他们刚才都看到了训练营中 死伤狼藉的场面 诸位 这个人目前已经在我们境内消失 说明他有很大的嫌疑 总统的声音打断了场内的议论声 另外我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赵慧 要求他们协助调查这个人 只要能找到这个人 谜底就将会揭晓的 总统先生 这个人会不会和美国51区所研究的超级战士一样 是中国人的秘密武器呢 谢盖耶夫元帅不仅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他还兼任着总统的战略特别助理 对各国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 在20年前 美国政府就出资集结了一大批人体生物科学家 在51区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 让他们发掘人体最大的潜能 这一项研究被命名为了超级战士计划 在苏美的冷战时期 双方都做出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星球大战的设想 就是在那种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当时凡是美国人关注的事情 苏联向来都是不甘落后的 反之也是同样的 所以在打听到这个超级战士的计划后 苏联也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 只不过还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前苏联就解体了 那个研究项目也因为经费问题停止了下来 这也是在看到那几乎是人力所无法完成的血腥场面后 谢盖耶夫想到了这件事情上的原因 也许只有传说中的超人才能够办到吧 中国现在和咱们是同盟关系 他们不会做出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的 总统摇了摇头 说道 不过元帅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北极熊计划也要再次启动起来 经费由我特批 项目就由阿比耶夫将军负责 是 总统先生 被总统点到名后 一位身材魁梧的将军站起身来 总统 中国方面给了答复 就在总统刚刚宣布了任命 一个总统官邸的负责人 敲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嗯 这个教业的人现在正在非洲旅游 绝对不可能是杀害洛夫斯基的凶手 怀疑是有人假冒夜天的信息进入的俄罗斯 看到回函上的信息 总统有些傻眼 他没想到中国方面回复的如此快捷 而言辞又是如此的坚决 这和一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很不相符 总统先生 不管是不是这个人 只要抓住了凶手 一切都可以搞清楚的 谢盖耶夫看了那张回函 脸上也是露出了哭笑不得的神情 不过想到夜天的另外一个身份 他们倒也是然了 元帅阁下说的没错 总统点了点头 发布了今天的第二个命令 我命令 吉尼斯为此次抓捕行动的总负责人 他有权调动隶属远东军区的所有部队 对于总统的这项任命 场内众人倒是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在这些将军们看来 西伯利亚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洛夫斯基仅仅是调查一桩黑帮事件 就送命在了那里 他们可不想布洛夫斯基这个倒霉蛋的后尘 由于洛夫斯基特殊的身份 这一次由总统紧急召开的会议 倒像是警察们在研究案情一般 不过效率还是很高的 一个小时后 吉尼斯已经坐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专机 老板 还是四个小时就要天亮了 如果再想不出办法 咱们就只能抛弃他们两个了 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的同时 西伯利亚的那处小树林里 马拉凯正愁眉苦脸的看着夜天 作为拥兵界的老油条 马拉凯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万一被怀疑到自己身上 那他下半辈子就甭想过安宁日子了 不行 不能丢下他们 夜天摆了摆手 看着面前的西伯利亚地图 忽然说道 对了 这里是和中国接壤的 那个方向应该不会被人注意到 可不可以从这里出境呢 老板 从这里到那边有700多公里 且不说我车子里的油 根本就跑不了那么远 就算能到 那里的边界线是上百公里的山脉 我们根本就无法过去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马拉凯的眼睛忽然一亮 说到 油道是有办法 只要老板你能让国内调用一架直升飞机等在那里 这个计划也不是不行 好吧 我打个电话试试 夜天掏出了老妈给他办的卫星电话 说到 老马 打卫星电话不会被俄罗斯方面锁定吧 马拉凯摇了摇头 说道 不会 他们又不知道你卫星接收频率的信号 夜天点了点头 拨通了宋浩天的私人电话 想要动用直升飞机 并且承担越境的风险 除了这位老爷子 怕是没人能够办到了 臭小子 你现在在西伯利亚吗 是 我在西伯利亚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听到夜天的第一句话后 宋浩天就急匆匆的说道 你不要说话 我说三件事 你听清楚了 第一 俄罗斯方面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 向国内发出了召会 被我顶回去了 第二 如果你逃离俄罗斯 千万不要回国 你想办法到萨哈共和国 我安排了人接应你 你直接从那里去非洲 第三 你小子以后能不能给我消停点 我现在还能保得住你 等老头子死了 谁来管你的这些事情啊 宋浩天似乎有什么顾虑 在说出这三条后 马上就挂断了电话 当话筒里传出了嘟嘟声时 夜天还在消化着老爷子的话 第757章计划 老板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见到夜天挂断电话后 脸色变得铁青一片 马拉凯心之不妙 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板 你国内那边的关系不肯支援吗 其实也不怪他们 诺夫斯基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实在太大 中国方面如果擦手的话 就不是外交纠纷的后果了 不是那边不肯帮忙 而是我的身份好像泄露了 夜天文言苦笑了起来 他并不怪老爷子不肯施加援手 但让夜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俄罗斯方面到底是如何确定他的身份的 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涉 没有确凿的证据 怕是不会贸然提交召会的 莫斯科的屠杀 夜天用的也是鲁道夫的面孔 就算俄罗斯的警察都是福尔摩斯转世 也不会那么快就肯定自己的身份 至于在训练营中的所为 夜天自信在自己神识的探查下 当时的训练营中绝对不可能留有一个活口 并且在周围数公里外 也没有摄像头之类的监控设施 这其中必然有夜天没能想到的环节 身份泄露了 这 这可怎么办啊 听到夜天的话后 马拉凯有些傻眼 如此一来 就意味着 夜天绝不可能再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资助 他们在这西伯利亚 只能靠自己了 夜天想了一下 说道 老马 能不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躲上两天 到时我就有办法了 从昨日下午五点多钟 到现在已经是凌晨将近三点了 在这十个小时的时间内 夜天马不停蹄地在莫斯科制造了杀戮后 又在训练营中干掉了伊藤沙树和那一支来自俄罗斯安全局的特种小分队 没有丝毫的停歇 俗话说人力终有穷尽时 夜天终究还是血肉之躯 就算它进入到了先天之境 将体内潜能几乎是开发到了人类的极限 但是 它对真气以及原神的应用 也是有个限度的 在国代董天一输职离开训练营后 夜天几乎是灯枯油尽了 到了他这种修为 已经是很难将体内真气耗尽了 但一旦消耗殆尽 恢复起来也就特别的缓慢 只要夜天能恢复到身体的最佳状态 他相信 分别将董天一输职带出俄罗斯边境 应该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是以夜天才对马拉凯提出了这个要求 老板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马拉凯摇了摇头 苦笑着说道 从这里往四周辐射方圆150公里 连个村庄或者小镇都没有 这小树林根本就无法掩饰行踪的 等到天一辆对方出动直升飞机 咱们就是死路一条了 偷偷地看了一眼夜天 马拉凯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板 现在将董天一二人留下 或者直接将他们给灭掉 咱们有90%的把握逃出去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 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 老马 中国还有句俗话 叫做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呢 夜天瞥了一眼马拉凯 没好气地说道 少和我扯这些没用的 董大壮两个人 绝对不能交出去 这件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见到夜天的态度坚定异常 马拉凯犹豫 马拉凯却是国际拼搏赚取的血汗钱 都白白便宜了银行 马拉凯却是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了 他可不想让前半生拼搏赚取的血汗钱 都白白便宜了银行 马拉凯却是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了 夜天摆了摆手 摊开了放在腿上的那张西伯利亚地图 说道 老马 我说你小子先别急 把车灯打开 我再详细地看下地图 其实有灯没灯 对夜天的区别都不是很大 不过此时能保存一点实力 就代表着自己能安全一分 所以夜天甚至连释放神识 都变得吝啬了起来 老板不能开车灯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即使夜间出动的直升飞机看不到咱们 那天上的监控卫星可不是吃素的 一会能通过灯光发现咱们的 在马拉凯看来 夜天的个人武力虽然强大的像是飞人了一般 但是它在这种环境内 确实缺少实战经验 现在开灯 那等于就是在给俄罗斯方面指明方向当靶子 监控卫星 天上 听到马拉凯的这句话 夜天心中动了一下 皱眉苦思了片刻 夜天忽然大声喊道 我知道了 在训练营中所发生的事情 一定就是被监控卫星发现的 妈的 我怎么没能想到这茶 当时夜天赶到训练营的时候 那位上教正准备要枪毙董天一输职 他没有多想出 停下身体出手伤人了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监控卫星啊 毕竟那与他的生活相差的太远了 但是夜天在制造完杀戮后 心中始终有一丝不妥的感觉 就像是自己的行为被什么天发现了一般 直到此刻马拉凯提及监控卫星时 他才终于反映了过来 要说夜天对卫星监控的了解 他还是从那著名的007电影中看来的 五六十年前所拍摄的007中所显示出的科技手段 到现代几乎都实现了 这从地球外通过人造卫星对地面实施监控 就是其中一项在影片中被实现了的科技 今天的天气并不好 而且监控卫星所拍摄出来的像素画面 也是不可能精确到你的脸庞的 我很怀疑这是俄罗斯方面经过比对后 将你列入重点嫌疑人的范畴呢了 要说马拉凯的经验的确很丰富 对现代高科技手段更是了如指掌 他虽然不明白俄罗斯监控卫星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科技水平 但马拉凯知道 美国绝对没有能力在晚间拍摄出夜天脸部画面的 马拉凯当然也看过007系列电影 但作为专业人士 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显然要比夜天靠谱得多 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俄罗斯方面肯定将我列为了最重要的打击对象 夜天沉吟了一会 说道老马要不这样吧 我负责将在通往伊尔库茨克地区道路上设卡的人引开 你把马拉凯等人带入到伊尔库茨克前往阿尔泰共和国 你看怎么样 对于俄罗斯方面将最大的嫌疑目标锁定在了自己身上 夜天反倒有了一种松口气的感觉 这也就是说只要夜天现身于俄罗斯军队的视线内 想必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到自己身上 到时别的路上的关卡 相对自然会松懈许多 以马拉凯的能力 将董天一二人送出俄罗斯边境 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老板 这 这怎么行呢 你再厉害 还能和整个俄罗斯的军队相抗衡 听到夜天的这个建议 马拉凯将头摇得像波浪鼓一般 紧接着说道 就算你不怕子弹 但狙击枪又如何 反坦克枪榴弹又如何 那些直升飞机上携带着的导弹 就能将你置于死地的 之前夜天在马拉凯眼中 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但面对俄罗斯如此强大的实力 老马顿时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疑问 毕竟耶稣那位同志 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的 老马 那是我的事情 我就问你 能不能在对方的封锁变得松懈下来的时候 将这两个人给我送出去 夜天摆了摆手 打断了马拉凯的质疑 虽然现在体内真气依然是实不存一 但是夜天自信 只要没有了董事舒直这两个大累赘 他还是能逃得过俄罗斯方面的追捕的 见到夜天不是在开玩笑 马拉凯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说道 老板 你要真是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有把握将两人带出境 但是你怎么办呀 西伯利亚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混合地区 这其中就包括汉人 加上董事舒直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方面重点关注的人 以马拉凯在这里的能力的确能可以到这一点 但是马拉凯对夜天的决定却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 他现在大脑有些混乱 难道夜天就是传说中的东北人 是拿手什么歌谣里的活雷锋 那就好 老马 一个小时后 你就可以开车离开了 我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还想着要盘查你的车子 眼看距离天亮只剩下短短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夜天终于下了决定 他体内恢复过来的真气 虽然不足以施展飞腾之术 但如果仅仅用来隐匿行踪 却是绰绰有余了 见到马拉凯张口欲言 夜天摇头说道 行了 时间紧迫 不用多说了 老马 只要你能把他们两个带到中国 那三千万美金的雇佣合同依然有效 夜天还真是有些担心马拉凯在离开自己后 将董天义输职弃掉 这才许下的重金承诺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这句俗语 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人的 第758章杀戮再起 三月的西伯利亚 依然是寒风刺骨 天气变暖前的最后一场雪 终于降了下来 雪花加着雨水 让视线中的能见度变得非常低 一些没有铺设百游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 糟糕的天气使得直升飞机也无法起飞 源源不断开入到西伯利亚的大军 搜寻工作也变得困难了起来 不过在进出西伯利亚行省的各个交通要道都已经被军警严密封锁了起来 他们以训练营的位置为中心点 从外围200多公里处往里缩小着包围圈 都给我打起精神 杀害将军的凶手 很可能就在这个区域 在距离黑士拳训练营80多公里的地方 一个连队的士兵呈扇刑行正对这里进行着搜索 从洛夫斯基死亡之后 训练营周围100公里的地方 被列为的重点区域 克里姆林宫几乎在这里投入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 见鬼 这样的天气怎么可能搜得到凶手 我敢打赌 那人一定跑进山里去了 一个挂着上等兵军衔的士兵滑到了在地上 脸上身上满是污泥 被寒风一吹 身体都在瑟瑟发抖 站起身后不由抱怨了起来 西伯利亚方圆几千公里 地广人西 尤其还有招数座山脉 人往老林子里面一钻 他们根本不可能将所有地方一一搜寻到的 约瑟夫 闭上你的嘴巴 找不到凶手的话 咱们都会被扔到这冰天雪地里守护边境线的 一个挂着上尾军衔的人 恶狠狠地瞪了上等兵一眼 诺夫斯基死亡的消息 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他们这支军队隶属于军区直辖特种大队 知道的事情更多一些 该死的天气 听到上尾的话后 约瑟夫果然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不过脚下一滑 又是重重地摔了一跤 这一下摔得颇狠 似乎伤到了腰胯 约瑟夫挣扎了一下 却是没能爬起来 低声咒骂了一句 约瑟夫正要喊人求助的时候 眼睛的瞳孔突然睁大了 因为他发现身体周围在大雨中交织着的灯光 忽然变得闪烁了起来 一道身形在他那些战友们中穿梭 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不断栽倒在了地上 所有的动作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倒下的人甚至连呼救和惨叫声都没能发出来 就像是黑白电影一般 看得约瑟夫心中生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仿佛死神降临人间 在收割着众人的生命 喷的一声响过 雨水打在了约瑟夫的脸上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是上位苍白的脸庞 那双眼神里毫无生机 而让约瑟夫崩溃的是 在这颗头颅下面 却没有看到上位的身躯 魔鬼 魔鬼 约瑟夫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惧 拿起枪对着那似乎在雨中 跳舞一般的身影扣动的扳机 让他几乎完全窒息掉了 双手青筋暴露 徒劳着死死抓住手中那已然废掉了的冲锋枪 就像是在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约瑟夫此时已经顾不得腰间的疼痛了 下意识地就往旁边爬去 只是他刚一抬头 赫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方人 在他的手上 拿着一把锋利的开山刀 雨水正将上面的血水冲刷到了地面上 随着枪声的响起 原本呈善行进行搜捕的队伍也发觉到了不妙 他们此时才发现在自己身边的战友 不知道何时都已经倒在了地上 似乎是害怕被人包围 那人并没有将手中的开山刀 砍在约瑟夫的脖子上 稍微一犹豫 回头向后跑去 身体很快就引入到了黑暗和大雨之中 一阵急促的喊话声响起 短短的几分钟后 数辆装甲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传了过来 树盏大灯穿透了那夹着雪花的雨水 将这片区域照射得有如白昼一般 哦 当看清楚了场内的情形时 后面感到的是兵 忍不住大声呕吐了起来 因为在他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一幅地狱般的场景 在他们面前东倒西歪的躺满了尸体 几乎所有人的尸体都失去了头颅 恐怕这也是他们没能喊出声的缘由 那滚落了一地的脑袋 几乎都是双眼怒瞪 死不瞑目 三十多米的区域内 地面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 天上的雨水也无法将鲜血冲去 浓厚的血腥味充斥在每个人的鼻端 这整个就是一地狱般的情形 就是心理素质再好的老兵 都感觉到胃中酸水翻腾 忍不住哇哇大吐了起来 将军 当一个身材魁梧的俄罗斯中年军官 从装甲车上下来后 那些正弯腰呕吐的人 纷纷站直了身体 向来人行了一个军礼 搞明白伤亡人数 找到幸存者 来人正是西伯利亚军区特种大队的 大队长维克多 他虽然只管辖着一个团 一千多人的兵力 但军衔却是少将 他也是洛夫斯基的嫡系 虽然曾经参加过车臣战争 也曾经在执行任务时 亲手屠杀过村庄里的平民 但是见到眼前的场面 维克多的胃部也是一阵的抽搐 嘴中酸水直冒 差一点也和他的士兵一样吐了出来 这个场面太过血腥了 所有死亡的人几乎都失去了脑袋 几十具无头的尸体和眼睛圆睁的头颅 将这里的气氛渲染得异常诡异 压抑的人简直要疯掉一般 将军 死亡68人 其中有三人是被吓死的 另外还有12个人 情绪十分的不稳定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统计 结果出来了 这个隶属于军区特种大队的中队 死亡68人 几乎减圆了一大半 另外还有十多个人精神崩溃 任凭别人怎么询问 也无法说出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传我的命令 调集重火力武器前来 继续搜捕 一定要将敌人找出来 我现在马上向克里姆林公汇报 听到这个数字 维多克的脸上一阵抽搐 这可是他从整个西伯利亚军区 挑选出来的精锐特种兵 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竟然被人杀猪 宰羊一般杀死了60多人 在不亚于在维多克脸上 狠狠地抽了一击 一张张现场的照片 被发往了克里姆林公 这在克里姆林公内 又引发了一场地震 谁都没能想到 那人居然如此大胆 在面对着十几万的军队时 依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这甚至让克里姆林公怀疑 进入到俄罗斯境内的 并非是一个人 而是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 在几道命令下达出去后 俄罗斯边境驻防的军队 马上进入到了 一级警戒的状态之中 作为远东军区的特战大队队长 维多克无疑有着众多的特权 他有权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调动和他军衔同级别的部队 所以在维多克一声令下之后 旁边好几个师的兵力 开始往这个方向移动 一座用于行军指挥部的帐篷 被搭建了起来 十多个挂着将小军衔的 俄罗斯军官汇集在了这里 一个个面色严肃 在看了那些照片后 他们意识到 自己所面对的敌人 似乎不能用常理来猜度 一张地图挂在了帐篷中间 维克多在他们的位置上 标注了个红红的箭头 说道 我无意夸张什么 但你们都知道 西伯利亚地域广阔 搜索队伍最多 只能以连为单位 事实是 一个连的人 根本就无法抵挡住 对方的攻击 一个同样挂着 少将军衔的人站了起来 说道 维克多将军 外面雨雪交加 能见度太低 敌人是在暗处 而我们则是暴露在 明处便与敌人偷袭 所以我建议封锁住主要的道路 等到天亮之后 再进行搜捕 从越南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在世界各地 还有着一些局部的冲突 但各国士兵死亡的人数 已经大大减少 就像这段时间 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 美军只伤亡了数十人 与此相比 发生在俄罗斯的事件 简直就是害人听闻的 就连这些将领们都无法接受 马克西姆将军 我知道您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我无权下达 停止搜捕的命令 听到那位少将的话后 维克多苦笑着摇起了头 死亡的士兵全都是他的属下 他岂有不心疼的道理 但是即使伤亡再多人 他也不敢将行动停止下来 那只能以营团为单位进行搜索 各单位都要配备重火力武器 马克西姆将军 也没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知道洛夫斯基的死亡 一定会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震怒的 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了搜捕策略的原因 制造了那起杀戮的敌人 再也没有出现 而风雪也停歇了下来 第759章应对方案 当西伯利亚的天空 出现第一抹亮光的时候 两辆装甲运兵车 来到了维克多所在的兵营处 最先下车的 正是从莫斯科赶到的尼克斯 由于昨天西伯利亚降下大雪 尼克斯乘坐的飞机 降落在西伯利亚行省之位的一个地方 连夜又驱车近400公里 这让尼克斯脸上满是疲惫 跟在尼克斯身后下车的 则是12名体格魁梧的壮汉 身上骨囊囊的肌肉显示出了强大的爆发力 双眼睁合之间令人不敢逼世 这些人并没有穿俄罗斯军装 而且从相貌上来看 也不仅是俄罗斯人 里面甚至有几张亚洲人的面孔 不过唯一相同的一点就是 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浓浓的血腥味道 散发出一股危险的气息 上校 欢迎你的到来 虽然指挥部中很多人的军衔都要比尼克斯高 但作为总统派遣过来 全权处理这件事情的特使 维克多等人全部都赢了出来 并没有因为尼克斯上校的军衔 而对他有丝毫的小觑 上校 他们是什么人 和尼克斯相互敬了个军礼 维克多看向他身后 眼睛忍不住眯缝了起来 西伯利亚军区的特战大队 在全俄罗斯特殊兵种中 绝对是可以稳进前三的 维克多本人也是实战经验丰富 不过在面对这十多个人的时候 维克多却是在心底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能感觉得到 那十多个穿着没有任何军衔迷彩服的人 每一个手上怕是都沾满了鲜血 而且这些人的眼神都如同野兽一般 维克多相信 就是他麾下最精锐的战士 都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维克多将军 您就在西伯利亚军区 难道不知道他们吗 尼克斯回头看了一眼 淡淡地说道 他们是黑市拳训练营里派出来的 是现在训练营中最厉害的12位拳手 用他们的话说 这些人出去都能成为黑市拳王的 原来是他们 你带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维克多文言一愣 他倒是知道这些人的名声 但由于训练营在西伯利亚的地位非常的特殊 他从来也没和这些人打过交道 维克多知道 西伯利亚训练营中的那些人虽然个人武力强大 但却不懂得团队配合 对于命令的服从性更加的差 是以维克多并不认为他们能在这种兵团行动中起到什么作用 维克多将军 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一般人 我们的士兵未必就能抓得住那个人的 尼克斯摇了摇头 说道 他们所受到的训练 是这个星球上最为残酷的 而且野外生存的能力也要远远超过咱们的士兵 我想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和那个人相抗衡吧 尼克斯说话的语气并不是很坚定 在反复多次的观看了那段卫星所拍摄的视频后 他心中对那个魔鬼般的影子 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无力感 因为夜天的突兀出现和消失 都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畴 所以尼克斯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飞机上时 就联系了黑市拳训练营的后台老板 一位前苏联解体后得益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大亨 以总统的名义要求其帮助他完成这次任务 那位石油大亨是个明白人 虽然人在国外 但毫不含糊地就答应了尼克斯的请求 并且连夜让黑市拳场的负责人 将12个黑市拳手送到了尼克斯指定的地点 各位 这位是情报信息中心的尼克斯上校 总统派上校全权处理此次洛夫斯基将军遇害的事件 进入到那顶宽大的足以当会议室的指挥帐篷内 维克多将尼克斯介绍给了在场的十多个将校 听到维克多的话后 那些原本熬了一夜昏昏欲睡的将军们 顿时打起了精神 要知道 维克多口中的情报信息中心 其性质就和苏联解体前克格勃差不多 他们不仅负责国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同时也监视着国内的安全事务 换句话说 所有俄罗斯的高官都在这个情报机构中挂着号的 即使部队中的将领们也不例外 是已在听到尼克斯任职的部门后 所有人都自动忽略了他的军衔 能被那位出身克格勃的总统亲自指派的人 想必肯定是他嫡系中的嫡系了 夜里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尼克斯走到桌子前面脱下了帽子 说道 让我们先为英勇的将士们默哀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尼克斯戴上了帽子 说道 他们都是为国家而捐躯的 总统将为在这次行动中牺牲的人 授予国家荣誉勋章 尼克斯的话 让所有人精神都为之以振 军人们和政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平年代 军队中的勋章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也特别被这些荣誉感极强的军人们所看中 尼克斯上校 情况您应该了解的比我们还多 具体需要怎么做 还请您下达命令 在西伯利亚军区资格很老的马克西姆少将 对尼克斯说话的时候 也用上了敬语 没有人会忘记在当年政变的前夜 克格勃所进行的那一番大清洗 他也不愿意自己被这个年轻薰贵惦记上 好 各位将军 受总统委托 我来主持这次追捕杀害洛夫斯基将军凶手的行动 尼克斯用眼神在众人身上扫了一圈之后 接着说道 希望各部能协力合作 如果感觉自己做不到的 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尼克斯这番话说出后 场内寂静了下来 纵然有些人心里不服 也是不敢在此刻唱反调的 这次西伯利亚军队的调动 甚至超过了当年围剿车臣武装的兵力 明眼人都能从中看出了一些迹象 克里姆林宫此次怕是真动了肝火 好 那我就下达命令了 尼克斯满意地点了点头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 能让一众手握大权的将军们服服帖帖 他心里也不由生起一种满足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当年尼克斯的前辈们 曾经做过的事情 在十多年以前 不管是政界还是军方人士 无不闻克格勃之名而色变 他们有权力 逮捕任何被怀疑危害了国家利益的人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在前苏联解体后 克格勃的名声也变得狼藉起来 所以俄罗斯虽然接管了这个情报机构 但却将其打散开来 并且更换了名字 但是谁都不会忘记 这个组织曾经做过的事情 这也正应了中国那句 宁惹阎王不惹小鬼的老话 说不定自己哪一天 就会有把柄落在他们的手上 凶手最先出现的位置 是西伯利亚训练营的位置 距离这里足足有80公里 而洛夫斯基将军和士兵们的死亡时间 相差不过只有三个多小时 这说明敌人有着远距离奔袭的能力 尼克斯转过身 用手中的探数笔 在那种地图上画了一个箭头 接着说到 维克多将军昨天处理方式十分稳妥 在东面 有三个集团军数万人不空 敌人及时胆大包天 也很难从那里突破出去 如此一来 敌人只能往这个方向 也就是靠近萨哈共和国的边境处逃逸 一旦被敌人逃出了国境线 咱们的搜捕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尼克斯上校 萨哈边境线太长 以咱们现有的兵力 是很难对那里进行逐一搜捕的 听完尼克斯的话后 维克多的脸上露出了苦笑 西伯利亚地域广阔 几万人投入进去 也就只能在一些交通干道上不空 想要铺开了全面搜索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昨天敌人的作为 证明了对方是有大规模杀伤俄军士兵能力的 也就使得维克多排兵布阵的时候有所顾忌 不敢再以连排为单位 而是改成了携带重武器的营团级别的单位 统一进行搜索 但是这样做的话 就使得俄罗斯方面的人手愈发紧张 这就像是过筛子一般 筛子中间的缝隙大了 敌人完全可以从容逃逸的 维克多少将 这一点不用担心 北高加索军区已经有三个集团军 即将进入西伯利亚军区 尼克斯摆了摆手 胸有成主地说道 另外后贝加尔军区也抽掉了两个集团军 加强与萨哈共和国边境线之间的警戒 还有就是 我决定把各个主干道上的士兵都调集回来 参与此次追捕 西伯利亚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 道路交通等基础建设已经慢慢地铺开了 在那些主干道上不空的人 也达到了上万人之多 在此刻兵力不够的情况下 尼克斯准备将这部分兵力也投入进来 对于拿着上方宝剑前来的尼克斯 众人自然不会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 而且天亮后种种迹象都表明 夜天的确是逃向尼克斯所指的方向 随着指挥部里一道道命令的下达 在各干道不空的士兵也在逐步撤离着 加入到了搜索队伍之中 第760章遭遇 报告上校正在北纬60度方位进行搜索的 一队士兵遭到敌人偷袭 死亡8人 众多将军正在指挥部里商议追缴方案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过来 从昨日纳连队遇袭之后 这是第一次传来敌人的消息 尼克斯联盟站起身来 在地图上观察了一番 脸上露出喜色 说到 敌人应该还处在咱们的包围圈内 命令各部队都要协同作战 缩小包围圈 一定不能放让逃出去 看过卫星监控视频的尼克斯深知 杀害洛夫斯基的凶手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再加上其后的两场杀戮 这已经近乎中国历史中所说的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典故了 可见此人武力非同小可 所以尼克斯命令部队协同作战 一来可以减少士兵的伤亡 二来也能迫使敌人退往萨哈边境的地方 那里可是早已布好了口袋 就等着敌人往里钻了 同时尼克斯又发出了一道命令 让在各个路口射卡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赶到集合地点 敌人的踪迹已现 不需要在那些地方浪费无谓的兵力了 虽然俄罗斯对外用的是军事演习的名义 但十多万军队的集结 是不可能逃得过别的国家注意的 一时间 英美以及中国等国家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暗中部署兵力以防备突发的事件 爸 您怎么来了 这天清晨 宋威蓝正准备出去买菜的时候 却发现四合院被父亲所带的警卫围了起来 宋浩天一脸严肃地走进了院子 见到父亲的模样 宋威蓝心中有些奇怪 而且夜宋两家虽然已经兵事前嫌 但只要夜天不在家里 宋浩天却是极少登门了 宋浩天点了点头 说道 我来找你说说话 嗯 你这是要出去 看见女儿穿着普通的服饰 手中拿着菜篮子 一副洗尽千华的样子 宋浩天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愧疚 女儿本来早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就是因为自己的固执 才让她独身自处了二十多年 嗯 我去买菜 爸 您找我有事 宋威蓝点了点头 爸老了 想和你聊聊天 要不 我让他们去买菜 宋浩天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警卫 随即摇了摇头 这些人恐怕长这么大 也没进过菜市场吧 宋姐 我去买菜吧 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周母 见状走了过来 接过了宋威蓝手中的菜篮 爸 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 您可不整天还说自己年轻得很吗 周母走后 宋威蓝将父亲让到了后院叶天的书房里 和父亲开起了玩笑 他能感觉得到 父亲今天的情绪好像不是很高 人谁能不老啊 真的没什么事 父亲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宋浩天摇了摇头 却是随手翻起了叶天摆在书桌上的黄亭经 这小子还真是个怪才啊 方看了几页之后 宋浩天心中对自己那外孙也是佩服不已 因为叶天在每一页上都有自己的注视 言辞精辟之极 怕是研究道家文化几十年的专家 都不如叶天理解得更加精深 听到父亲的话后 宋威蓝却是不愿意了 笑着反驳了一句 我儿子是奇才 不是怪才 好好 是奇才 是奇才 宋浩天一脸的苦笑 就叶天那小子 整天在外面招灾引祸的 是祸害还差不多 宋浩天称呼他是怪才 那都已经抬举这小子了 要知道 宋浩天之所以这会来叶家 就是怕女儿一家出什么事 因为叶天此次的行为 绝对会触动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底线 即使是他 也不得不亲自来这里 以防有什么人拿女儿来做文章 不过宋威蓝自然不知道 儿子在国外干的哪些事 还以为老父亲真的是想自己的 当下等周母买菜回来后 亲自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陪着宋浩天说了一天的话 老板 我已经出来了 下午就能赶到伊尔库茨克 那边的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 在靠近黑市全训练营部远处的一个树林里 叶天正和马拉凯通着电话 宋威蓝知道 儿子经常会做一些不大能说出口的事情 所以这部电话是申领的渠道 十分的安全 即使是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也不知道叶天在使用这部手机 叶天点了点头 说道 好 只要将他们送到国内 驻为峰会安排好的 老马 酬劳我国后会转到你的账上 老板 我知道怎么做 你自己注意点 俄罗斯方面 往西伯利亚投入了好几个集团军的兵力了 马拉凯挂断电话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通过自己的渠道 也能了解一些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心里其实并不看好叶天能逃出生天的 马拉凯知道叶天异于常人 但再厉害的人 也无法与十几万的军队对抗 更何况西伯利亚的山脉并不高 也不是很险峻 加上此时满山的树都是光秃秃的 叶天怕是连藏身之所都难以找得到的 好几个集团军 奶奶的 还真是看得起我 将那部电话收拾到了背包里 叶天脸上现出一丝冷笑 不过随之嘴角就抽动了一下 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左肩处 盘膝坐在了地上 从进入到俄罗斯之后 叶天已经有两天不眠不休的 并且在这两天时间里 叶天清洗了莫斯科黑帮 然后又赶到西伯利亚 大开杀戒 没有一刻的停歇 虽然叶天已经进入到先天之境 但他毕竟还是不能用肉身去抵挡子弹的 所以在这几次杀戮之中也是全力以赴 如此一来 叶天不仅全身的真气几乎完全消耗殆尽 就连元神也是疲惫不堪 毕竟他只是刚刚进入到先天之境 真气的累积并不算很浑厚 要不是叶天那特殊的阴阳丹田 滋生出来的真气远远超过普通的先天修道之人 恐怕他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但即使如此 此刻的叶天也是一脸的眷备 恨不得马上就能躺倒睡上个三天三夜 嗯 有警犬 大意了 叶天刚刚想恢复一下体内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狗肺的声音 连忙站起身来 他知道是自己大意了 离开的时候忘记收敛气息 却是被狗给追踪到了 身形一展 叶天快速在林中穿梭了起来 凭借着强大的神石 躲过了一只只搜索自己的队伍 往训练营后面的深山顿去 只要能有一日的休息 叶天有十足的把握逃出俄罗斯 妈的 直升机 当叶天的身体暴露在入山的山口处时 他的头顶忽然响起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 抬头一看 一架俄罗斯武装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着 叶天甚至能感觉到螺旋桨所带来的进风吹拂在脸上 报告 七号直升机发现目标 三号地区发现可疑目标 叶天头顶的那架直升机上坐着三个人 除了驾驶员之外 还有一名观察员和火力手 在二三十米的高空之中 叶天很难躲过观察员的眼睛 监视他的去向 地面部队马上赶到 对蒋机里传来了尼克斯兴奋的声音 可以用火力把他逼到山外 但尽量不要伤害他的性命 同时注意安全 不要太靠近他 虽然已经大致确定了叶天的身份 但尼克斯仍然怀疑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为 毕竟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很难完成对莫斯科黑道的清洗和西伯利亚的杀戮 七号明白 七号明白 驾驶员答应了一声 回头说道 米哈伊尔 你的活到了 上面有胶带 别打死他 不过你可以打断他的两条腿 那人跑得真快 就像是猴子一样 对尼克斯的话 驾驶员有些不以为然 在他的眼中 地面上的那个人 简直就像是带宰的羔羊一般 从上个世纪初发明出了飞机之后 空中作战的优势就一直保持了下来 得天空者得天下 雅可夫 你小子是不是怕撞到树上去啊 开得再低一些 我现在开枪的话 会把它射成两半的 听到驾驶员的话后 米哈伊尔舔了舔嘴唇 将一串黄灯灯的子弹链 安在了那挺机枪上 手指倾扣 哒哒哒的枪声随之传出 夜天深厚顿时泥土飞扬 米哈伊尔 上面交代了 不要打死他 雅可夫不满地嘟唠了一句 确实将直升机高度 又降低了不少 几乎都可以触碰到地面树枝的顶端了 好在此时树叶还未长出 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 咦 那小子要干什么呀 他真是一只猴子吗 正当米哈伊尔调整了枪口 准备在夜天腿上来 那么一下子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奔跑中的那个人 忽然窜到了一棵大树上 三下五出二的就站到了树顶 这个高度几乎已经和直升机平起了 上面的三个人 都能清晰地看到那张西方人的面孔